王Sir去一邊 梁船灣 香港 西貢 1億4000萬年前 中期珠樂紀到早期白鶴紀 直徑達到18公里的超級火山 在香港爆發 噴出火山灰超過13000億立方米 火山口在香港東南部 果州群島對開海底 火山灰堆積厚度超過1300米 足以鋪滿香港千多平方公里範圍 熔岩冷卻凝固之後 出現超過400萬枝六角鼠石 直徑平均闊1.2米 長度達到100米 面積100平方公里 規模之大 世界罕見 酸性的流氓則火山岩向東傾斜30度 是香港以至中國東南部 第一座被發現的古代超級火山 形成香港第三大島 梁船灣州 頭兩名是大嶼山和香港島 明代嘉靖年間1522年到1566年 梁船灣州是珠江口海防重鎮 一外形合場 好像龍船那樣 明朝月大記就叫它做龍船灣 是新安縣南投寨 核下陸信之一的龍船灣信 信是水師基地 每信駐有水師官兵210人 戰船8手 清代中葉 車龍江灣 龍江是出民在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盜 他們以州道為名 讚賀登州 滑頭蒙藥 滑燒門鄉 致下沉迷不醒 以後否復納石 已沉水底 龍江灣有水師官兵和戰船駐守 船隻行經西貢半島海域 會在那個島停留避風 同時補充糧食 梁船灣的名字由此而來 梁船灣州島民姓氏旁襲 來自越山興陵 保安 龍華 藍頭 海陸風等 以客家人 和水上人為主 靠奸狀 和捕魚為身 梁船灣州和西貢半島 相隔著官門海峽 有四條村落 包括梁船灣 東亞和沙橋頭 北亞 白立灣 大蛇灣 梁船灣村民普遍祭壁媽祖 乾隆六年1741年 在東亞興建媽祖廟 即是天后廟 廟大門前花崗石柱 住在一副營亂 教對梅花 泛泛深鄉公我後 光環鐵翁年年海利級瑜伽 教崗的意思就是 與水相連的山崗 廟裏有一座古鐘草現不根 駐黑國泰文庵四個字 還有一頂龍轎 正殿供奉面貌慈祥的天后神像 兩旁分視千里眼 順風以兩個守護神 距離神岡下面 左手紫尺之堯 有一個碗口大的古井 井水如原不絕 水質清裂甘香 不單是解渴 還是自白病 梁船灣州英文名是高洲或高島 意思是海拔較附近的地方高 164年 意大利米南外方全教會 湖岸太神父來到梁船灣州全道 受到客家人熱情款待 燜購肉給他吃 將東亞天后廟附近一幅土地送給他 興建小堂、學校和宿舍 東亞村民大到宿蒙天后 要令到你改新天主教並不容易 1910年 全教社北亞 興建天主堂 名為龍船灣小堂 屬於大浪堂區 全教士用客家話和村民交往 當時北亞 六十戶人家入面 有五六家信了教 天主堂是一間普通的村屋 有兩個房間 中間門口互通 後面是廁所 神父在其中一個房間裏舉行崇拜 牆上面懸掛十字架 沒有其他裝飾 另一間房間 就被村民用來做課室 教育村中的子弟 1925年 梁船灣州已經是書屬 東亞洲的天后廟亦提供教育 日尖時期 梁船灣州是抗日游擊隊的根據地 海上中隊在這製作補給站頭休息點 西貢中隊領導成員鄧鎮南話 梁船灣州是海上武裝船隊的港口 游擊隊護送遞港內地文化人去到大後方 曾經在梁船灣州停留 叫梁船灣做軍港 住在梁船灣州日擊隊 為村民解決糧食問題 同移民子弟興辦小學 成立移民協會 組織他們去火流墳洲開放生產 種植番薯自救 部分村民參與抗日 游擊隊和日軍在梁船灣州對海面 發生過很多次衝突 互有死傷 日軍兩處派船來到搜索 在漁民通報和掩護之下 日軍無攻而患 二次大戰之後 東阿村和北阿村 希望復辦學校 1947年10月 學法牌照 定名為梁船灣公立學校 吸引附近村民 搭小廠前來奏讀 北阿天主堂 日軍雜港時期選委 1956年 西貢北阿梁船灣新教堂開幕 東阿村店鋪廣和園 店主陳百 店名在長達22個字 港和園 油塘米、布匹、雜貨、油柴、白鹽 樹糧、鼓、山貨發酵 樹糧是香港原生植物可用來染布 鼓是魚網的線 1957年12月 香港總督郭良鴻宣布 計劃在西貢 興建一個人口達到5萬的衛星城市 1963年香港發生嚴重罕災 港府決定早步增加香港淡水供應 計劃在西貢白沙灣海上建水塘 其實因為決定購買東江水而擱置了 1966年 港府開始向中國買入東江水 1967年 文化大革命 中國短絕供水香港 1967年 港府在加快建設水塘 在西貢半島和梁船灣之間的官門海峽 建設容量給船灣淡水湖大一倍的水塘 最初未名為梁船灣淡水湖 後來一日避免與船灣淡水湖混淆 改稱為鰻魚水庫 1969年 港府在梁船灣北岸 興建鰻魚水庫 將兩道堤壩連接西貢半島和梁船灣州 梁船灣州由一個島變成與陸地相連 管往地圖上梁船灣州改稱為梁船灣 工程師債約霸博方式開山時 以後發現陸國柱的地理奇跡 1974年4月東霸建好後 打算將海水抽缸用來儲淡水 抽水時肥然不少 好像木船龍骨的木板 香港校古學會 連同香港大會堂博物館官員 組成小組視察為止 在這首80x22呎的古代舊貨船裏 找到文物 當中包括一些燒焦的明代古船木板 泰國14世紀的圖片 中國古船 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的瓷片 波斯玻璃製造的小豬 這些小豬是古代東南亞貨幣 反映明代時期 東南亞地區貿易貨幣形式 證明鄭和下西洋鎮 曾取道香港水域 去到東南亞可以爪瓦和佔羅 即今天泰國等地方 1978年11月曼原水庫落成啟用 廣東萬里奧在開幕禮上 支持重申香港已經用盡主要天然食水資源 提及和廣東省政府 簽訂增加購買食水合同 1996年 梁船灣天后宮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2010年11月11日 改評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 2013年1月2日 梁船灣天后宮重修完成 舉行開崗典禮 在宮前舉行八席盤菜宴 給予過千人參與 重修之後的天后宮加設文物館 展示過往所用的製製物品 兩年一次的天后出海出巡慶典 是廣東沿海一帶唯一天后出海儀式 2006年梁船灣東南亞村2號 開設香港唯一海膽養殖場 平日只是一隻團客 大日是有散客的位置 每年2月到6月是盛產季 用電話預約才可以去的 2011年 CNN GO評選亞洲25個 鮮為人之旅遊勝地 西貢梁船灣海膽養殖場 是第11位 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開始推行世界地質公園 2008年行政長官曾蔭權宣布 考慮設立地質公園發展特殊地貌和岩石群 成為可供觀商的自然景點 保護有價值的岩石群和特殊地貌 2009年 土木工程學展署做人地質考察時 發現梁船灣海底有古代超級火山 可能成為最高保護級別的世界自然遺產 10月 中國國土資源部 批准香港地質公園 整個國家級地質公園 10月3日公園開幕 2011年1月1日 梁船灣包括破邊州和泛珍州等島嶼 佔地3.9公頃列為特別地區 屬於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地質公園 西貢火山岩園區入面的梁船灣景區 2011年9月17日 在挪威朗鴉松舉行 第10屆歐洲地質公園會議上宣布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接納 香港地質公園 加入成為該網絡的成員 公園亦名為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是罕有位於國際大都會入面的世界地質公園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認可為全球87個地質公園之一 成為中國第26個世界級地質公園 2012年 中電計劃在火山維子中心 興建50座大型海上風力發電場 香港地馬岩石保育協會主席 吳鎮陽就說 海上風力發電場 會破壞超過火山維子的自然風貌 令到維子列為世界自然維渣的機會 變得微乎其微 促成中電和政府各自計劃 保育火山維子的自然風貌 2016年 考古學家梁船灣發現宋代定石 定石是木石船樓其中一個石製組件 考古學家在梁船灣州南端火石州海底 發現兩枚18世紀英國製鐵炮 說明當時的雙船 以鐵炮作為防禦海盜襲擊之用 同時發現其他文物 如元代詞片等等 2017年 梁船灣碼頭立入改善計劃入面 白立村將客家村屋 改建成青年旅社 興建和平公園 推動文化生態旅行 梁船灣 交通 西貢市中心 乘搭94號巴士 7號 9號小巴 去到北潭聰 乘搭車程25分鐘的的士 或步行2.5小時 到達梁船灣 曼夷水庫的東坝